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小鱼买了一瓶漱口水 瓶上标示的使用方法为 每次使用瓶盖 这是瓶盖容量的3G 假设瓶盖容量叫A 这个整瓶的容量叫B 它上面标示 每一次使用瓶盖容量3G 就是3Ga 结果小鱼在使用的时候 互将3G看成2G 它看成2Ga 看成2Ga 就是看成 就是2Ga 并且使用了8次 使用了8次 使用了8次 以后才发现 此时整瓶漱口水 剩下原来的5分之3 就是5分之3B 剩下5分之3 如果之后小鱼 接一正确的方法使用 接一正确的方法使用 这个时候它是 每次使用3分之1 这个是正确的方法 至整瓶漱口水用完 则还可以使用多少次 我们现在来看 它前面的话 这个都是每一次使用2分之1 错误的使用 前面这个是整品的 整品的5分之2 因为它后来剩下5分之3 所以前面用了5分之2B 这个东西用了8次 这个东西用了8次 也就是你每一次用2分之1 每一次用2分之1 用了8次 用了8次以后的话 这个容量是多少 是5分之2B 整瓶的5分之2 5分之2B 然后呢 剩下的5分之3 它是用正确的方法使用了 它说接下来还可以再使用几次 我们假设呢 还可以再使用N次 那就是3分之1A 乘以多少呢 N次 这个呢 是整品的5分之3 5分之3B 好那这样 我就把它除上去 N除8 乘以多少呢 乘以3分之1 3分之1A 这个除掉了 乘以3分之1 再除以2分之1 整体是乘以2 这个要除以这个 等于多少 等于是 这个除以这个 B消掉5消掉 3除2 3除2 好那这样的话 2可以约掉 24的8 说N的话 等于多少呢 2分之3 乘以多少 乘以4 3 12 212 26 12 18次 还可以再用18次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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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